各位听见你的好的听众们 很高兴我们再次空中相会 今天非常开心呢 我们邀请到乌鲁木齐先生 他本身呢是这个旅行者 而且现在他已经在台湾定居 他出生在新疆 所以今天非常开心我们邀请他 来跟我们分享属于他的故事 跟我们的听众们问声好 大家好 感谢老师的邀请 谢谢 你现在在这个 我刚刚在聊天的时候就有谈到说 你现在在Manga 就是万华 南万华 有办了一个活动 就是新疆伴桌 那其实伴桌其实也是就是台语啦 我们台语会讲伴斗 那其实台语也有一个词 我觉得很适合去形容你在我心中 就是台语有一个词叫做漂沛 漂沛就是潇洒的意思 那这个字很有趣哦 漂就是那个漂洞的漂 那撇就是那一个书法的那个撇耐的撇 漂沛 就是漂这个字我觉得很能够 以我现在对你的理解 就是说你出生在新疆 但是也是算新疆的汉人 但是也跟新疆算是一个共生的一个关系 可是你接下来的故事 目前在台湾 在两者之间并不是两点一直线 中间也经历了北京跟新疆 跟我们分享你这个漂沛的故事 谢谢老师 这个故事很多 我就挑重年奖 就简单的说我在新疆 其实生活是 十八岁以前我都在那里吧 然后因为父母现在都还在新疆 所以我其实大部分的同学圈 生活圈 我的第一故乡当然就是在那里 但是 我自己其实比较 怎么讲 就是一个比较叛逆 比较调皮的人 我觉得有两件事对我改变特别大 一个是旅行 一个是音乐 就早年听摇滚乐 可能听了几年摇滚乐之后 整个人都 有一些特别叛逆的想法 我那时候我记得 回到学校里面问老师 我说老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啊 我说你怎么可以问这个问题 我说我想不通嘛 我觉得你的交线没有用的 那不是在骗我吗 我说老师你自己不是都没用到吗 然后 那我们一天到晚学习没有用的 其实就是为了骗家长 家长呢 觉得把自己送到 把孩子送到学校了就好厉害了 就讲来讲去都是骗来骗去的 我说这个不是叫皇帝的新衣吗 就老师就很焦虑 然后就回答不上 还不让我讲话 但是我那时候就会觉得 学校那个制约的框架 我可能待不住 所以我就 我就 我就离开学校了 当然我觉得另外一个 的影响就是旅行 我其实18岁那年骑脚踏车 翻越天山 穿越了塔克拉玛干沙漠 让我觉得 就人生可以 怎么说呢 就是在浩瀚的自然当中 人生其实非常非常的渺小 当然我在那个时候 讲不出来的感觉 这是后来的解读了 但是也会觉得 好像如果你坚持 做一件事的话 你找到一个意义感 为自己创建一个意义感 你可以创造出一些不同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 这种情绪和这种叛逆的状况之下 就让我做了一个人生最重要的决定 我就离开学校 然后 近朋友的介绍 后来我就去北京 北漂 北漂大概 十五六年的时间吧 在那儿 快速地讲的话 就是 早年 就 我还是去北京大学 旁听 蹭 蹭课 因为当时想学东西 就是在社会上有工作了 短暂地工作了一年左右吧 就会觉得 我真的想学东西 不是学校制约的那个框架之后 我反而是 很扎实地在北京大学 学了几年的 自己想学的社会学啊 人类学啊 历史系的课啊 哲学啊 听了很多课 然后来在北京就北漂 做过教育 做过NGO的工作 做过戏剧 做过艺术 然后 在青藏高原 后来认识了好朋友 他们在那边办学 那我就去那边 帮他们做 慈善学校的副校长 你看一个逃学的人 跑去当校长 是因为 我是真的对人是感兴趣了 而且青藏高原 都是一些游牧的藏族年轻人 跟新疆其实差别又很大 所以就跟当地有很深的缘分 再后来我在北京呢 结识我现在的太太 就是一个台湾姑娘 而且特别有自己的独立的想法 那非常吸引我 所以我们就在一起了 那也是这个姻缘 后来我就想想 那台湾我也没有来过 也非常想感受这边的生活 当时我们本来的决定是想生 生小孩 我想一想 我孩子如果生在北京的话 比较麻烦 因为我们北京的竞争 比台北其实要激烈的多了 所以我们这个外地人呢 在北京的话 其实没有户口 孩子要读书的话 其实是一个大的麻烦 那想想教育的问题 那不如来台湾 所以几种原因之下就来了 结果来了之后 也没有要小孩 但是就总是要在这边 就生活嘛 所以就差不多 现在在台湾有七八年的时间了吧 所以这个是大概 从新疆到北京 又怎么到台湾来 那其实在你的 瓢培的这个故事当中 还有一块是西藏 因为我看你的相关的 这些资料跟讯息 那在新疆 北京跟台北 西藏对你的意义又是什么 清藏高原对我而言 它其实更像是一个 梦想发芽的地方 因为其实我要先说一个 特别简单的地理概念 因为其实大部分台湾朋友 也包括北上广 就中国大陆的 在都市生活的朋友 其实对这个概念也不太清楚 我们通常讲的西藏啊 就是如果你对应它的英文是Tibet Tibet就是藏人的生活居住区 它其实远远大于西藏自治区的 就是藏族人是比西藏自治区的居住面积大得多 这好像是在清代末年中华民国政府去了之后 把这个藏族人的传统领域就切割开 然后就变成了其实在四川的一半的地方 青海的三分之二 云南的大概五分之一 甘肃的五分之一的地方 都是传统藏人的区域 所以我其实最有因缘的是 青海的玉树这个地方 那它是最传统的康巴藏人的军基地 所以我经常会对外讲的时候 我不太讲青海 而是讲青藏高原的核心区域 叫康巴藏区 我跟这边的因缘 是我当那个慈禅学校的校长之后啊 就会发现 我其实最开始的心态是那种 很都市 很觉得自己很厉害 带着各种所谓的先进 知识先进的经验去到当地 给当地人帮助一个高高在上的样子 但其实现在跟当地融合之后 在当地生活之后 我会发现传统的游牧文明 是很多让我们现代都市人可以去反思 我们每天在生活匆忙赶路 为了外在的目标去追求的时候 离真正内在的瓶颈其实越来越远 而传统的游牧生活里面 有很多古老的人跟自然的相处 人跟环境的相处 以及对于宗教信仰天地人之间的态度 我觉得好多对我启发特别大 但我来台湾之后的第一年 其实有点不太适应台湾的节奏 因为小的时候看港台电影长大了嘛 觉得台湾好像很厉害 在当时的我无法理解今天的台湾的价值 我只看到是台湾的 就是相对比较慢的那一面 就是在台北我觉得台北好慢哦 好没有竞争力的感觉 因为在北京上海 你晚上十点钟你坐个捷运坐个地铁 把人挤得跟肉饼一样 在台北十点钟 就监狱还能找到座位 你知道吗 就台中还没地铁 就觉得天哪 这个台湾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 所以我当时是很傲慢 很浮躁的 在这个情况下 我一度不知道自己要干嘛 所以想想到我创业好了 所以就带 开始带台湾朋友 香港朋友 欧美客人 就去青藏高原 就是我曾经工作的那个慈善学校那边 因为我自己在那受到很大的冲击 所以我就想把我感受到的东西 变成旅行体验 带给大家 所以我来台湾从第一年开始到疫情前吧 大概用了六年左右的时间 一直都专注在这个创业 那就算是一个社会企业 跟在地的游牧的藏族 打造出了一个深度体验的旅行系统 大概是这样 其实我刚刚听到你这个慢 其实我们在谈现代性的时候 快跟慢都是相对的 就是现代化 可是我觉得你这边的慢有不同的层次 因为相对于北京 你觉得台北慢 我刚刚听到好像是属于就是说 在工作上的某一种投入感 就是或者说忙很晚的这种 这种 相对化的进展 它也是另外一种慢 所以其实慢有不同的层次 这一切都是相对的 因为对我而言台北就太快了 因为我现在是在台中嘛 那我以前我跟我朋友聊天 因为他就住在台中的旁边 更深的就是南投 南投是台湾唯一一个没有靠海的一个县市 他就说他刚来到台北的时候 就觉得一切都好快 因为他可能在中心新村或南投 什么可能在那边坐一小时都没有车 没有人 所以这个慢其实有一种相对的一种 很多的层次 所以相对来说 可能在清康藏高原 你感受的慢可能有另外一种 精神上的一个丰硕 因为我很好奇一件事情 就是清康藏 大家都知道这个佛教从这个印度传到这个中国 它本身有蛮多的这个系统 其中一个就是藏传佛教的这个系统 在那边你会感觉到就是 藏传佛教的那种深邃的意义吗 这样讲 我觉得深邃这个词可能对我而言不贴切 因为我会觉得 我如果让我选一次 我可能会选强烈或浓烈 因为我最早被 藏传佛教有关的相关的吸引 是我觉得它完全就是当代艺术 就是你看磕长头去拉萨 磕长头 磕头一路去拉萨 这不就新维艺术吗 你看那个传统唐卡的 视觉画面的那个色彩的运用 那个张力那个表现力 我觉得是很丰满 包括你看我举个例子 我再举个例子 磕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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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那就是把经文磕在石头上面说风吹冻的时候就可以再念经 因为这不是很概念吗 很抽象了 所以我反而觉得它不是 对我而言它不是深邃 它是很强烈 很浓郁 然后我到了当地之后会发现 其实 其实我的角度又不一样 是在当地 它的神圣性没有了 反而是生活性更足 因为宗教是一切生活的根本 在以前没有进入现代化的 这个社会里面 那宗教是什么 宗教意味着 它寺院是一切生活的中心 寺院是一个村子的发源地 村子是围绕着寺院间的 寺院是养老院 老人去了晚年之后 都会在寺院里面去念经 寺院是学校 那从小学到大学 到佛学院 从小喇嘛到大喇嘛 是所谓寺院的学校教的是 你看有逻辑学 有哲学 有修辞学 有辩论 有手工艺 然后寺院还是医院 所有的藏医都在寺院里面 某种意义上讲 在进入现代化之前 寺院还是政府 所有的大小学 决策 意识规则 行政之能 都是寺院 所以在真正青藏高原的生活 不会像台湾这样 就是在台湾我看到的现象 是大部分台湾的民众 一谈起藏传佛教 两个极端 要么就是 哇你太厉害了 是神一样 好像在发光 要么就是 你双修 你这个什么 什么诈骗集团 就是首先 就是我觉得 这个社会对他的认知太少 所以到了那 你会觉得 天哪 这就是生活 你一问你的亲戚朋友 喇嘛一堆 尼姑一堆 就是都是正常人 各种爱恨情仇 八卦 这个 就是人世间的事情 都在你周围 只是大家 穿着修行人的衣服 只是大家说 那我就是一个人 那我现在在 努力修 修行 而已 所以我觉得 一个是浓烈 一个是 回到生活里面 这个台湾有一本书 也蛮有名的 就是谢望凌的一本书 叫做《转三》 那其实他也有得到一个 运门五级的支持 就是运门五级 有一个流浪者计划 就是鼓励台湾的艺术工作者 走出去 因为毕竟我也不能否认 就是说 我常常遇到的一些 年轻的作家 或说可能都是生命 有时候确实是都 封在一个体制当中 因为可能台湾的教育体制 或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 就比较 慢慢也比较少去出国了 但是《云门五级》 这个计划最大的特色 就是鼓励大家 用步行的方式 或是更慢的方式 很扎实地去 他想要去的地方 去开展出 他的这个艺术视野 然后那个谢望凌的 《转三》那一本书里面 也确实 我觉得它的树里面都会有一些情商 或者说意义上的一种塌陷 就变得好像要到很遥远的地方 那通常我觉得西藏或青康藏高原 好像就帮我们去填平我们心中的那些塌陷 所以确实就像您说的 他就去绕那个步行嘛 脚踏车啊 然后把这个山就这样绕了这一个一遍 然后最后到这个山殿这样子 确实我也觉得都还蛮有仪式性的 可是我有时候想说 或许我们大家就大隐隐于市啊 或许追寻这个救赎这件事情 也可以往内不断地去旅行 所以我觉得 当然我也不能否认 就是说西藏 就是他很浓烈的那一个部分 可是我也想要讲另外一个 相对于可能跟你原生地更接近的地方 就是新疆了 那你的故事里面都会 必然都会谈到 就是说你刚刚谈的就是说 念书的时候就怀疑 就是说这一个体制怎么样 其实在台湾也有另外一种选择 就是所谓的森林小学 森林就是那种实验型的一个学校 那你可以在家自学 因为其实台湾也有那种在家自学 你只要去提出申请 然后定时到学校跟可能是一学起吧 或是怎么样 可以跟老师他给你做一点测验确定你的 像我们学校有一个影音店的老板 他就特别说 你看我家小孩真的就是在家自学型的 其实也有这种 但是你的选择不一样 你挑战就是离开学校 而去展开这个跨越这个塔克拉玛干沙漠的 这个骑车的这个旅行 那你也不是一个人 你们是怎么样开始这一次的穿越沙漠呢 就我先插一个 那个森林小学是体制外学校的其中一所了 体制外学校里面就是公学团 自学团还蛮多的 森林小学算是比较走在前面的一个 但不光是他们了 所以这个是我补充一个 塔克拉玛干沙漠 就对我而言 这个是一个很个人的一个冲动 就年轻时候嘛 就是看电影 看电视 就在那个时候 电视播了一个香港的一个老片 叫新楼门客栈 我记得那个有一个画面 就张曼玉演的老板娘 金香玉是吧 大腿一撩 在桌子上一坐 好吸引人啊 我觉得我也想去体验 沙漠 大漠的感觉 就是我其实在那个 被那个电影刺激之前 我之前的状态就是天龙国人的状态 就是乌鲁木齐 我出生长大在乌鲁木齐嘛 乌鲁木齐是新疆的 capital city 就是首府嘛 就是它的 那个地方三百多万人 比台北人口还要多啊 就是现在的都市规模 比台中会更繁华一点 那种很拥挤的那个状态 所以我就是天龙国长大 对自己家乡真的是毫无理解 所以我说看了那个电影 就开始真的 萌发了我要 想走一走看一看 我当时扭头看的 我房间有一个新疆的地图 地图上我一看好大一片空白 写的塔克拉玛干沙漠 我这片空白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这那么大的地方到底中间有什么 我再仔细看 有条路 叫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 我后来才知道那条路刚修好一年 我也是走完才知道 那个沙漠是世界第二大流动性沙漠 但我看到路了 反正就那时候喜欢骑自行车嘛 台湾说脚踏车嘛 所以我就想那我就去吧 反正体能还不还不错 所以就自己做做功课 那时候也没有网络 就找朋友查资料 买地图 把地图还隐映出来 然后剪成一块一块的 然后做一个防水的模 然后开始问大车司机 你有去过那边吗 那边情况怎么样 就上路了 但是上路之前 其实是我一个人 在上路前 应该是我刚 我最早是一个人了 后来邀约了一个朋友 一个维吾尔族的朋友 他叫希勒曼 然后他体能非常好 是新疆田径队的长跑 还有拿了全疆第四还是什么 我说好那一起 就我们两个 那走到一半的时候 走到快到沙漠之前 翻了天山 还没进沙漠之前 我们其实当时身上就没费用了 因为那个时候 银行卡没有联网 家里给我一张卡里面放了点钱 就给取不出来 就说那怎么办 就在街头遇到了一个吃饭餐厅的时候 我们俩在聊天 遇到了临桌的人 听到这个 觉得很惊讶 然后说我认识这边电台的记者 要不你们上个广播 看看他们的找点资源 我们就真的跑去上了节目 然后就很多人来赞助 来支持 结果最后临走的时候 这个介绍我们去上节目的这个当地的朋友 他就一冲动也买了辆脚大车 然后就三个人去 就上路了 一个汉人 一个维吾尔人 一个灰人 我觉得这个故事还蛮有趣的 就是 其实有很多电影 除了我们刚刚讲这个书 就是谢旺宁的转三 属于这种旅行电影 其实非常的多 我觉得不只是 我觉得不能用那个新龙闻客栈 我自己也蛮喜欢的一个电影 就是属于中南美洲 就是革命前夕的这个 对 切格寡的那个电影 当然他是在 好像是去念医生之前 想要去了解一下 属于自己的中南美洲 那经过这次的沙漠 你对于这个沙漠的理解 有比较多吗 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世界观吧 就是走这趟 我说两个事情好了 第一个事情是 我在翻天山的时候 大概走到第三点 海拔四千山 山上下了雪 八月份已经下雪 我们找了一个村子 村子呢 我们想找住的地方 但是我惊讶地发现在村子里 语言不通 因为我是汉人 同行的是维吾尔人 村子里的人都是哈萨克人 我第一次知道 维吾尔语跟哈萨克语 其实不是完全通的 然后就语言不通 这件事很震撼 然后我们花了很久 才能翻译出来 我们要找住的地方 我讲汉语 我跟萧尔曼讲汉语 他把它翻译成维语 村子里面有一个老人 会讲一点哈语 他在把哈语讲给村 村长 村长坐在旁边 还要抽两分钟的烟 就那个过程来来去去 讲一句话要三五分钟 我当时很震撼 我是谁 我在哪 我不开玩笑 我是谁 为什么我对我自己家 像毫无所知 我在哪 为什么 就是 我这些概念都没有语言不通 我从小到大教育 是我要北京 填安门 填安门 山泰 杨生 把北京当唯一坐标 没有不好 不是北京不好 是如果你把它当唯一坐标的时候 就像我们早年的台湾的课本 大概长江花 和蓝苍江 对中国大陆很熟悉 反而对你说Manga在哪 我们在 我们部落情况 我们在 对吧 所以那一刻的震撼教育是 我的世界到底是怎么样的 我才真正把新疆作为 把自己的家作为中心去看 我才看了一张地 就地图 蒙古人 就在我旁边 影响亚欧文明最重要的一支 我的北边上面是Russian 世界第一大国家 我旁边还有什么 哈斯克斯坦 乌兹贝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 吉尔基斯坦 土工曼斯坦 阿富汗斯坦 巴基斯坦 印尼尼泰 所有这一切 以前没有骄傲 但它就生活在我们的身边 而且我们的这个 影响文化特别深 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 让我世界观有改变 第二个是在旅行 在沙漠里面的时候 我们找到一家店 就是也剩在三天 没有住的地方 但住到那个店的时候 很惊讶 那个店名 店名叫美容美法 就是它是一家旅店 没有错 但美容美法 在那个年代就是黑店 就是提供色情服务的地方 我很惊讶 就是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里面 为什么有三个东北大姐 跑这里来做黑的 因为旁边有石油工人 修工路是为了石油去服务 天然气去服务 所以石油工人在那边环境很辛苦 我们在那边住 他们对我们特别好 但临走的时候东西丢了 一个就随身厅丢了 找来警察 警察完全不理我们 直接跟老板娘美容没法去了 就是我那一刻 我其实理解不了它的复杂性 我也说不上好坏对错 我觉得是好多年之后 我到台湾 看了一部台湾的电视剧集 我才可以试着解读出它的意义 那个剧集叫斯卡罗 斯卡罗 就讲到这片图地上 闽南人 客家人 原住民 外国人 相互依赖 相互争夺 所以我开始真正去理解 所有的地缘冲突的本质 如果不是用二缘对立的单一角度去看 而是能回到土地 那个族群在里面相互依赖 相互争夺的那个关系 你看所有的 包括今天的巴以冲突 你会有更多的解读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事 是对我世界观和价值观影响最大的 所以在我们四维荒芜的沙漠 你反而开启了你的启蒙的追寻 那其实这一种在在地 边缘中心的辩证 常常都让我们都处在一种流动的一个状态 那比如说就以唐诗来说 像王维有很有名的一首诗 西出阳关无故人 因为他送他的朋友 他朋友的目的地 其实就是在新疆的这个库城 新疆的这个 反正就是一个新疆的一个地方 库车 是库车 你确定什么是库车吗 库车 因为他 对他从阳关 但是他的朋友的目的 目标是新疆的这个库车 对 西出阳关无故人 新疆这时候成为一个边缘的地带 其实唐诗也有 这个不破 楼然四不回 结果新疆又变成要消灭的一个地方 但是你是 你的身份其实又是在新疆 就是汉人的 所以你怎么去理解这种很复杂的一种状态呢 你成为被人家消灭的地方 你成为世界的一个边缘 但是其实确实也像你说的 就是说 如果我们打开世界的一个地图 你也可以看到新疆的相对性 因为它是中国的最西边 但是它又是中亚的最东边 所以它确实又变成一个 边缘的某一种枢纽 再加上你的汉人的这个身份 你怎么去理解这一些种种的流动呢 我觉得汉人很可笑 文化很可笑 中华文明很可笑 这个意思是说 我当然很尊重 因为我被这个文明所滋养 但是我 我也觉得这个文明很 很以自我为中心 是一个完全没有办法打开的状态 我举个例子 所谓的边缘 就是说 就酷车好了 酷车这个地方 我就回到历史上讲 可以说中国的佛教是酷车人带给中国的 对佛教最有影响力的 如果从历史上看的话 应该算旧摩罗时了吧 旧摩罗时他的爸爸是在印度 他的妈妈就在新疆 酷车这个地方 所以旧摩罗时在这里 翻译了一辈子的佛经 那如果站在更大的地缘的角度 看我们说 今天所谓中华文明的支柱之一 佛教 按照成分讲 假如旧摩罗时还活着的话 他跟我一样拿新疆的户口 他酷车人 酷车的今天被定义成为 就维吾尔人 所以你看这个到底是谁 谁是边缘 谁是中间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 就是太习惯了 用我们的视角去看 但我们其实被我们这种视角 所遮蔽 所狭隘 我觉得这个是 我觉得 因为我曾经一样 我觉得以北京为中心 以中华文明为中心 看是边地 当我真正成长起来之后 才觉得天哪 就中华文明 或者是以汉人为主导的中华文明 其实是 狭隘很多 对 这是最大的 我觉得这种中心跟边缘 我觉得一直都是属于很路权性的一个思考 那可能从皇帝开始就要讲中原 再加上儒家很去区分这种上下君臣这种边际的一种关系 就会创造出这一种中心去看边缘 所以以汉文化去对于这个边疆的描述的一些词汇 其实都带有一种贬次的一种意义 非常多 我家就是 狄化 乌鲁奇 狄化 你有文化 我没文化 所以你要起狄开化一下 对 比如说 其实这个也在这种中卢家的经典里面 特别讲这种人文化成 就我们常常讲说文化或是人文 其实就是这四个字做组合 人文化成 那相对来说你就是以自己为中心 认为人家没有文化 其实整个放在世界的这个历史当中 它其实也对应的是一个后殖民的一种状况 早期的殖民可能是从这种武力战争的一个模式 可是后殖民他更重视的是 文化未接上的一个差异 所以常常就是一些现代文明 或者说流行文化 寒流 或者说西方的这一种文化 其实也会假借一种后殖民的方式进行一种传播 当然也就像你刚刚谈的 就是说你听摇滚乐 它也确实也有它本质的意义 但是其实在商业的行销上或是后殖民的这一种思考当中 它也变成另外一种利器 所以有时候我常常打开这个世界地图 当你要放弃就是中心思考的时候 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打开一张世界地图 我有时候看这个世界地图的时候 我就不觉得哪边是海哪边是陆地 我反而觉得说整个世界比较像是一个快筋 就是可能在这个土地之下的这一些地瓜 马铃薯它是彼此的有一种连接感 那快筋的一个特色就在于说它没有中心 而且随时每一个地瓜或是每个马铃薯 它衍生出的那部分也可以在自己变成一个中心去铺眼 所以渐渐的我也是比较属于这样的一个思考 那如今你在这个台湾 我也觉得你刚来台北的时候 因为你主要应该是在台北生活 也没有我到处跑 我搞不好比大部分台湾人对东部的了解 对部落的了解更熟一点 比如说现在一个阿美族一个泰雅 一个布农站在我面前 我可能马上我能分得出来 但对大部分天龙国的朋友可能不熟悉 我刚来就环岛啊 就走的比较慢 我走了半年的时间 一个地方一个地方跑 所以跑的地方还蛮多 但是现在主要住人还是在台北吧 我现在是在台北 对 因为打开台北的地图的话 你就会 大家每个人都会开玩笑 这个四川 笛花街 因为早期国民党政府 来到台北的时候 其实就是把它 透过地名去完成 整个中国在这里的一个想像 这样子 那整个这样子看起来的话 你会有时候在台北生活的时候 会感觉到 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 两岸现在就交流 或者说有陆沛啊 很多的这个新闻 有时候你自己也会讲说你是这个 对啊 我是陆沛啊 按着这个讲法嘛 就是我前六年前七年都是陆沛的身份嘛 嗯 那现在其实 台湾其实也进入了大选的一个状态 每一次这时候 两岸就会变成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 那特别是像今年 有一个新的争议点 就变成就是说 好像有一些政党会去选这个 可能就是 拉中间选票票 对拉这种 但是也有人会去质疑这件事情 你家属在这一个状态当中 你会矛盾吗 还是你有自己的答案 而且特别是我们在思考这种陆沛的时候 也常常性别化 都觉得好像都是都是女性这样子 那矛盾不在于外在 你是不是叫我陆沛 是不是政治取向是哪边 我比较是比较内在的思考 我的身份认同是什么 身份认同这个事对我来讲 是一个曾经的最大的困惑 你看我出生的新疆天山 雪水 塔克拉玛干的沙漠 那确实滋养了我的灵魂 给了我胸怀 我在北京生活了十五六年了 那各种国际有人 喝着音乐 喝喝着啤酒 聊着音乐 吃着烤串 那个生活也是很精彩的 所以我一直的认同 曾经一直认同 都觉得自己是中国人 直到我走的越来越远 或者说我在台湾生活的越来越深之后 我就特别的动摇 那我是台湾人吗 我是新疆人吗 还是我是中国人 这个事其实我困惑了很很久 但是后来我慢慢的我 我长出了自己的答案 就是我不再用外在的标准来定义 所以我是哪里人 当然就更不会说我是陆沛还是什么 所以我特别开心的说我是陆沛 而不是用说 这不是你给我的说的 你叫我陆沛 你说我是中国人 什么 就我很开心啊 因为我找到了我的内在的坐标 那时候读到一句话 给我启发挺深的 那句话叫此心安处是无相 这哪里让我心安了 哪里就是我的家 对于我而言 我选择住在台湾 不是因为食物 不是因为天气 对我而言台湾天气 我其实还受不了 太潮湿太热 食物其实吸引我有好吃的 但相对多元化 其实没有那么足 那对我而言 真正吸引我的 是台湾这个土地 大家认同的共同的价值 无论你来自哪里 无论你什么背景 无论你什么宗教信仰 我们在这个土地上有自由民主 法治跟平等 我觉得这件事是真的让我觉得活着可以好好的呼吸 做自己想要做的事 所以那个时候外在的这些认同 无论你说男性女性 陆沛 中国人台湾人 这反而都不重要 我现在会说我是新疆人 我从中国来的 我现在也是台湾人 我也是陆沛 我怎么都好 你开心用哪个 都好 因为我已经找到了 在这个土地上 我找到了我内在的 可以让我内心安住的地方 所以你的容纳性是很高的 那可是我有时候会去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以我个人来说 常读很多作品 特别是这一种 其实你看这个美国文学 你有时候打开那个亚马逊书店 看他们排行前几名的书 通通都是关于身份认同的 比如说非洲来到美国 或是他可能有一个多元 多元家庭的这个组合 都会让他有一种身份认同的一个焦虑 可是我回来去思考我自己 就是我发现我没有身份认同焦虑 那你就说 那应该你是最纯粹的一个汉人吧 可是其实我本身的这个身份 也是有这个原住民的平谱组的身份 那甚至我的姓氏 都是有被汉化调整过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我生命中 没有那个身份认同的一个焦虑感 那但是我也觉得就是说 有身份认同 比较能够去折显出 这世界上可能存在的一些 内在的一些冲突 那不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乡愁吧 那通常最能够告慰乡愁的 也不过就是一首歌 或是一道菜 那你现在 你之前也有在这个音乐方面 那也有可能在饮食方面 就是你现在做这个新疆伴作吧 可不可以为我们分享 你觉得最具体能够代表 新疆的一首歌或是一道菜呢 那先说菜好了 因为这个食物比较简单 音乐可以留在背后 刚好你可以用它来收尾 食物其实 如果让我说的话 我可能会选 手抓饭 就是 简单说就是用米 用羊肉 用胡萝卜 食材炒炒香米 下去炖煮的一道很简单的家常料理 大家几乎每天都会吃 或者是每周一定会吃了 作为新疆人 我讲这个菜也是很有趣 因为 手抓饭这个名字本身 就是一个奇妙的名字 就是我们平时都叫它手抓饭 如果因为汉人视角看的话 你拿手抓着吃饭 所以叫手抓饭 但其实这个世界上 用手抓着吃饭的人的人口非常多 每一个饭都有自己的名字 就是 你看 如果我们站在我们自己的视角 连别人饭的名字都错了 它有自己的名字 在当地维吾尔语里面叫Pilaf 然后如果是在 整个饭中亚的话 它其实叫Poro Poro是阿拉伯语里面的饭的意思 所以其实如果你到整个 亚洲的中间去看的话 不是从东亚的角度 从中亚的角度 一直到欧洲 你只要说Poro 大家都知道是什么 这个饭一直到欧洲 就是西班牙海鲜炖饭 到日本就是催饭 到台湾就油崩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就是米 把食材炒香之后 用食材的香气 然后米下去煮 那当地有什么食材 就用什么食材 像新疆就是用羊肉 西班牙就是用海鲜 就每个地方结合它的食材 所以对我而言 就是 我觉得我现在站在台湾的这个角度上 在想起手材或者在说到手材上的时候 就觉得你看它是跟所有人都连在一起 因为这个料理方式炒炒香食材 把米铺进去焖煮炖煮就好了 但是它对我而言它又是很特别的 就是羊肉 上好的羊肉放个羊腿进去 这个 还想到那个口水就下来了 就 就对我而言那个是 家乡的味道 对 就对我有特别的意义 因为有家乡的味道 那你现在在台北做这个新疆版豆 那也不会只有这一道菜吧 那我想要讲的事情是 通常食物也有接受性的问题 你会调整食物的味道 绝不调整 那以不调整的状态 台北人 或是台湾人最喜欢的是哪一道 那每个人口味不一样吧 整体来讲 我觉得羊汤 手抓羊肉 大盘鸡 手抓饭 这几样都还蛮受欢迎的 因为我以前看到就是说 因为我本身也做文化研究 还蛮常去处理一个议题 就是 比如说 越南的人来台湾做越南菜 那通常都会讲说 我一开始 我味道生意还可以接受 所以我都会把味道去调整 那我以前在台湾师大念博士的时候 隔壁就是那个师大夜市 因为我之前已经有一个韩国的朋友 他会做韩国菜给我吃 那我就抱着那个记忆去 因为我也是从 算南部 但其实我也是蛮复杂的 我也算是在台北 但是已经在南部生活很久 然后去台北念这个 我又觉得有点像 异乡跟故乡的辩证 但是我去那边吃 发现 这个 那个朋友就带我说 我们去师大夜市去吃 异国美食吃韩国菜 我发现这是被调整 调整过的 那像很多越南菜 他们也都很重视一件事情 就是说 好 我如果今天我坚决不调整 我的味道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很多调味料 或者说很多的一些配菜 可能要自己种植 甚至是回到这个 越南去取用 那你在煮这个新疆菜的时候 因为你刚刚有讲到 就是说你的父母 你父母也现在在新疆 那你会去跟他批货 或者说 简单的说就是 我其实不调整 这个里面我觉得有两个 第一个 大家认知到的 就是你在网络上看到的 因为大部分台湾人看到 都是网络上看到 大部分台湾人吃到的新疆菜 都是在新疆的餐厅 吃到的新疆菜 所以基本上 我可以说90%以上的 大家对新疆菜的概念 都是餐厅商业版本的概念 那我的新疆菜 我是妈妈的味道 就家常菜 家常菜一定不会像餐厅 那么重油重咸重辣 所以妈妈做什么味道 我就做什么味道 反而家常版的 我觉得大家更容易去接受 所以这也是他不调整的原因 因为本来就是 我不需要追求炫技 多漂亮怎么样 就是口味上 大家更容易接受 第二个香料的部分 其实还好 因为你在新疆 当地 其实到冬天 没什么菜了 以前意义上 以前没有进入现代化之前 那冬天有什么吃的 就白菜马铃薯 就跟进类的 那香料的部分 我就走私过来就好了 对 因为是淘宝虾皮 虾皮有一些了 其实淘宝也好 虾皮也好 都是走私的 都是打着 打着其运的名号 就偷偷运 对 我讲到这个运送 我就觉得有一个新疆的新闻 我觉得很有趣 就是说新疆现在会去做那个重卡 就是重型卡车 然后说好像中亚一代 如果想要买这个新疆的重型卡车 透过货运的方式 早上定下午到 这也可以凸显出这个 新疆其实在中国跟中亚之间 它的一个交通的一个连结性 那其实在整个古代的就是中国 那这边也是属于一个 丝绸之路的一个地方 我觉得我很好奇 因为我以前想要写 关于那种敦煌跟这种楼兰 你对这两个地方有什么可以分享的吗 我觉得跳脱中华思维去写这两个地方 就会变得很好玩 我们所有谈丝绸之路啊 谈敦煌的时候都是站在中华文明 我特别强调我不是觉得中华文明不好 我是被这个文明滋养灌溉 但是一定你跳脱出来才会觉得它很有趣 就是才能看到它不一样的点 我就说一个词吧 胡说八道这个词 大家都可能知道 胡说八道讲的是什么 讲的佛教的由来 就是你看敦煌的壁画都是留着胡子的人 什么意思就是留着胡子的人在说八正道 留着胡子的人说八正道 这是这个词真正的由来 这是这不是我乱讲的 这是我曾经在北京大学的宗教系和历史系的 博之神导师开了一个学期的课 就叫胡说八道 就是讲佛教来到中国的这个历史背景 早年其实都是由留着胡子的人传佛经的 新疆其实在蒙古人把新疆这个收编以前 南疆的部分 大就是叫西域三十六国嘛 什么车师 丘子 跟台湾很像 就是各个部落 那那都是佛国 以前你到新疆去旅行 你现在去就是看千佛洞 都是佛 壁画都是留着胡子胡子的人 在传佛经 哎呀我们说今天新疆是回教的地方 屁了新疆这个地方百分之八十的时间是佛国 所以如果你跳脱这个历史去看敦煌 去看思路很有趣 我再说一个小的事情 思路上面最主要的做生意的人 其实是乌兹贝克和维吾尔 就传统的维吾尔就是乌兹贝克人 那个做生意 我小时候见维吾尔族 如果就这么大一个空间的话 能挤一两百个人 穿五个衣服 戴六个帽子 里里外外 这个你要不要 这个手机 这个BBG 这个美金 这个英镑 这个大一是苏联的 这个大一是蒙古的 从头到脚都在做生意 天生的生意人是维吾尔人 维吾尔人从来都不幽默 做生意 乌兹贝克人做生意 丝绸之路 从这个角度看丝绸之路 你觉得好玩的很 你看卡什格尔 就是新疆的克什 跟它对应的城市叫伊斯坦布尔 伊斯坦堡跟喀什 那是丝绸之路最重要的两个地方 你站在中间看的时候 你看丝路 你看敦煌 和站在另外一头 中华文明看 你就觉得 看得好像是神秘 是遥远 但在中间看 你才完整的能解读出来 所以我说这个角度是关键 你觉得斯路好像提供了我们 眼睛的双眸 如果你从新疆的角度看 就是伊斯坦堡 新疆 可以看到一个 陆泉世界的一个地图感 因为后来整个历史发展 又走向一个海权的状态 那可能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那最后我们来 刚刚有提问一个 那一首歌 那首歌我想推荐的 分享给朋友的是 是 一个哈萨克音乐人做的 北疆的阿勒泰山脉的状态 他的歌名就叫阿勒泰 阿勒泰是新疆最北边的山脉 阿勒泰山翻过去之后呢 就是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 阿勒泰山脉再往这边呢 是蒙古国 就是对我而言 我现在最怀念的 最想念的是 新疆的北疆 靠近阿勒泰山 或者天山的北边的这些 游牧的感觉 歌曲很简单 里面 就只有一支Dombra Dombra 哈萨克人的最经典的乐器 然后有萨曼谷 就这两个乐器没有别的 但是你可以听到 很细腻的Dombra在弹奏的时候 有溪水 有穿越森林 有林间的动物跳来跳去 最后到了草原上 万马奔腾 以哈萨克人聚集在草原上的这个感觉 所以我觉得这个异象 这个感受是我很想念的 而且台湾太热了 这都到 现在到几月 11月了是吧 11月 天哪 就我这次回新疆 看爸妈待到九月份 就过冬天了 然后回到台湾来 夏天要再过一遍 前两天在台北 觉得冬天终于来了 今天来台中觉得 夏天又来一遍 就好想念寒冷 好想念下雪 所以我想这个音乐分享的是这种 北方游牧的草原上的 会飘起白雪的冬季 这种真性情的生命状态 最后我们就慢慢来听你最心爱的这一首歌 那今天谢谢你的接受我们的专访 谢谢老师 谢谢你 谢谢 太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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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